我们谈谈手机撤皮股 Weekend就出了些数据 先讲讲 顺宇上个月手机镜头出货量跌 按年跌了11% 手机摄像模组的出货量跌了2.3 不过有点好消息就是 车载镜头出货量按月有5.5的升幅 另外出了数据还有休泰 1478 一月手机摄像模组的销量按年多了三成 当中3200万像素 以上的摄像模组就按年升三成九 其实看到手机设备股近期都非常弱势 今次的数据你又如何解读呢? 还有高位有货的投资者 其实现在应该如何应对? 我想手机的相关股份 我都不是真的特别看好的 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的增长动力 去突然看好手机相关股份 质素上 顺宇光学的确是相对比较好的股份 但其实如果大家看到短线 短线问题最多就是基本因素以往强劲的股份 短线面对着问题 调整压力就自然越深 因为主要原因就是 现在还是在供应链上比较紧张 之前顺宇炒过的东西 大家都在继续憧憬 可能去年年底的衷竟就是 供应链今年来说会有改善 但是疫情大来的问题就是 去到目前这一刻 情况很多东西都只不过越来越差 所以我认为顺宇光学 其实现阶段 你看图上面穿185元之后 走了一个大箱顶 其实这些图表很似曾相识 譬如我们说港股有些特别看得谈的名字 但上面你看669创科上面 在两三个月前 图表几乎是一模一样 基本因素到创科这一刻 也不是说有很大问题的 大问题是图表走出商定 穿了颈线位 穿颈线位 穿颈线位可以做些什么 要么是局座 要么是止洩 我觉得创科基本面 这一刻也不算太大问题 大问题是面对市场最新的状况 例如美国加息 房地产市场有机会转差 这些风险因素就会反映在股票里面 所以道理加上 顺宇光学其实也是一样的 未来是元宇宙 或者还未至于玩完 特别是无人驾驶 那些车载镜头上的出货量 可能需求还是强 问题是面对供应面紧张 或者可能智能手机的出货量 在上半年仍会做得比较差 股价短线便有机会最跌 其实比起很多同类型股份上 你看到瑞星 优太科技上 已经是比较硬硬 但不代表一定会无事 所以如果能持有信与光学 第一方面 先不要这么捞底 你要捞底的话 200元以下这些捞底 这些位置都要想止洩 相反这些位置 正观期变 没有货的 可以放在观察名单里 但短线不会那么快出手 相反地拿了一段时间 有否很怕怎么办 要不走要不捱 自己计算一下 我会主张185元穿了走一走 我觉得总有机会买饭 我从来不会怕有一个执书的心态 相反地 当一旦穿位 走整个箱顶 落到接近150元 至140元的位置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在图表上 就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这些位置止洩就很合理 就不会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去到140元怎么办 所以暂时来说 尚与光学最大的问题 始终估值又不是特别低 短线市况最喜欢调整 或者最喜欢追沽 很多时候都是这类型股份 所以真的企愿185元 整个箱顶颈线位穿了 是要小心一点